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我教大家添加字幕还有翻译字幕 因为这几天我发现油管后台进行升级整改之后 它的一些功能比较好用 真的非常好用的 可以秒杀国内的任何一家自媒体平台 首先点开你视频编辑 这时我们在左边找到字幕 好,先刷新一下 字幕 大家现在看到我教了好多字幕 包括越南的 德国的 而已 这些都是我翻译的 首先你得先添加好字幕 这个是中文 我添加好了 添加好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翻译了 首先你添加语言 随便选一个国家的 南飞语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里有一个上传文件 一个手动输入一个自动翻译 如果你这是新视频的话 你是要手动输入的 手动输入的话 这里大家注意看一下 下面这里有一些波浪线 波浪起伏的越大 说明这个视频说话的声音就越大 在这个地方可以调节这些波浪线的大小 可以调节大小的 如果波浪线爱得太近 你收入字幕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先把它放大一下 放大放大 一拍放大到这个程度就行了 我播放给大家看 大家注意看 波浪代表是视频当中的语言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没有波浪的地方 它是没有声音的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期视频我教大家 搭接virus加ws 所以我们插入字幕也是非常简单的 你点手动输入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之前已经加过的时候 就不加了我直接翻译 怎么翻译呢 这里有个自动翻译 你想使用自动翻译 首先你得为这个视频添加完整的字幕 你才能够翻译 就这么简单 翻译 这时它就自动翻译了 翻译成这个 非常简单 看到没有 只要点发布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你还可以添加其他国家的语言 很快的一下子就加好了 荷兰语 直接翻译就行了 如果这里没有翻译 那就是说明谷歌翻译还没有支持翻译这种语言 切换其他语言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是什么语言的 是什么语言的 是什么语言的